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陆对海目标进行打击 特别是YJ就一出口型反舰导弹 是专门为云影无人计计式的一种小型反舰导弹 虽说小 但打击能力不弱 据报道 命中一枚可重创一艘中型舰艇 更何况大多情况是采取宝核攻击 每架云影风影 可挂载多达6枚YJ就一反舰导弹 树架联合打击 即可形成宝核攻击 云影装备国产WP-11C小型涡轮喷进式发动机 可在14000米的高度巡航飞行6小时 最大速度可达620公里每小时 作战航程4000公里 据本系 风影无人计很可能是我军自用型 改用两台推力更小的小型涡扇发动机 WS500发动机 这是为巡航导弹配套的小涡扇 双发可进一步提高可靠性 涡扇发动机比涡喷发动机也更加节省燃料 可以提供更大的航程 除了上数数型插打一体无人机之外 近日 中国空军网开发的一张照片 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在机尾招部上 由EA开头的编号 又分析称 这是曾以EA03为大号的 翔龙高空长航式无人机 这张照片的曝光 也是首次以官方形式 证实 翔龙无人机已经在空军服役 从照片背景的地形地貌来看 应该是在西南高原地区 翔龙市中航空业成飞所设计的高空长航式无人机 采用独特的上机翼和下机翼搭接的气动外形 既有利于减重 也有利于隐身 翔龙全长14.33米 翼展24.86米 既高5.413米 正常起飞重量6800公斤 任务在和600公斤 动力章只为一台窝喷发动机 时速750公里每小时 续航时间为10小时 巡航高度在18000米以上 起飞滑跑距离350米 中路滑跑距离500米 与美国空军RQ-4全球鹰无人机相比 翔龙的溢下和起飞重量都要小得多 加之采用比较耗油的窝喷发动机 所以在续航时间上 紧急全球鹰的四分之一 全球鹰续航时间达42小时 不过 其速度比全球鹰更快 而且翔龙采用的窝喷发动机推力要比全球鹰大 因此适合在高原飞行 不过后世还是需要改进位窝喷发动机 以增大航程 延长制空时 接翔龙能够搭载的侦查设备比较多 包括光电吊舱 和尘孔进雷达 电子侦查设备等 可以根据任务需要灵活加装 在通信和数据传输方面 翔龙会加装数据链 卫星链 特别是卫星链能够保证翔龙 在远程飞行师的通信联络 翔龙远程大型无人机最大的亮点 在与其采用的连翼结构 这是世界上第一架实用化的连翼飞机 连翼飞机是借戴上反角的后掠前翼 和戴下半角的前掠后翼 相当于常规单一击的机翼和水平位翼 巧妙的结合连接成零形框架结构的飞机 这种独特布局和结构形式大大加强了刚性 改善了飞机整体受力条件 在同样条件下 连翼飞机构建的承载能力比常规飞机的承载要强得多 同等受力条件下 连翼飞机只有常规飞机重量的65%到78% 连翼飞机扩大机翼的处游空间比常规飞机的载油量要增加50% 抗震能力也得到加强 由于连翼飞机以身干扰小 后翼比常规飞机的水平位亦大 因此配平阻力只有常规飞机的三分之一 由于前后翼形成框架结构 因此框架的大小就与机翼厚度无关 这样可以减少记忆的厚度来减少阻力 又通过增大悬载比来增大胜利和减少阻力 中国目前执行远程侦察任务的主要是有人驾驶飞机 数量少 而且是航时间较短 只能满足重点战略方向的需求 但是现在有了翔龙这样的战略侦察无人机 那么中国就有了更强的战略侦察能力 首先是翔龙无人机 与有人诊察机互相补充 灵活度就大得多 使用上也会因为数量的增多 而能照顾到了多个方向 其次是翔龙无人机续航时间要比有人机大 这也意味着其能够飞得更远或者流控时间更长 侦察机是会取得更大的效果 再次是翔龙无人机具有隐身能力 虽然不像隐身战斗机那么出色 但也能大幅降低被对方发现的距离 这样一来 翔龙在执行侦察任务时的隐蔽性 安全性都会明显提升 似是翔龙无人机的操作人员 是在很远的后方 心理压力会小很多 而且换的很方便 因此在侦察效率上 要高于有人驾驶侦察机 翔龙无人机现在已经列装海珠和空军 由此可见其重要性之大 而且这种高空长航时 战略侦察无人机的列装 也说明成非除了歼20这种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 有人驾驶战机之外 在无人系列军用飞机领域 实力也相当不少